瞄准 挥杆 每一个步骤训练孩子的专注力与肢体协调性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第一次在教室里面用模拟的器材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模拟教室在东信国小启用了 除了有数位模拟区外 还有实体模拟区 典礼上贵宾云集 期待这模拟教室能为学生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成长 非常感谢教育处长官的帮忙跟协助 让我们东信国小可以成立全市第二间高尔夫模拟教室 它是透过雷达去侦测到我们的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是用真的高尔夫球球杆来进行挥集 一方面玩一方面也真的叫做体育的练习 希望让高尔夫运动能够在国小普及化 让高尔夫运动不再是贵族式的运动 学校师生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一起挥动高尔夫球杆 我觉得很好打因为旁边有老师在指导 我觉得学校开这一间高尔夫球教室很好玩 因为这样子下课或上课也可以来这边学习 孩子们在欢笑声中学习挥感的技巧 体验高尔夫球运动的独特之处 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专注力和核心肌群 说不定未来会培养出高尔夫球国手呢 除了高尔夫球模拟教室启用外 还有资商室与会议室的硬体设备就位 曾校长他想要就是设立一个资商室 还有一个会议室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小朋友 然后跟老师之间能够互动 那我这边也是全力支持 我们曾校长的一个意见 然后今天就把它添购完成了 所以说今天借由来看我们这个 我们的模拟高尔夫球的课程 来顺便来看看我们的资商室 以及我们的这些会议室的这些设备 东信国校给孩子最好的学习环境 让学童乐于学习快乐成长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